今天上午,美国国防部长斯丁在香格里亚特化会上做了大会发言 那么会后,我也和几位中外专家聊了聊他们对美国防长大会发言的一些看法 那么首先,专家们指出,这次美防长的发言并没有太初步预料 香格里亚特化会已经逐渐变成了美国国防部长阐述美方地区安全战略的一个舞台 那么这次美防长的发言仍然是老套路 将美方的价值观以美国为主导联盟的重要性 然后再把过去年来美方在本地区所做的事情都梳理了一点 那么第二点,不出所料的,美防长在他的发言之中对日前南海军机事件再吵冷散 只说中方对美军机的所谓危险拦截 却对美军机闯入中方舰艇编队训练区域进行侦查的一个前提,知子不言 当然中方已经公布了事情真相 那么有专家也指出,奥斯丁很有文采地提到了中美之间对话的重要性 当然有文采是要打双引号的 却故意撇开了对话的前提 对话是不可能无条件的 尽管美防长在发言之中提到不希望与中国发出对抗 但是没有就此来阐明前提 那就是美方近几年来所谓的印太战略 基本上就是在打压、遏制、围堵 如果美国不改变其错误的行为做法的话 那么中美两国两军的关系很难出现较大的缓和 第三点则是有关于美国家的 美方仍此次发言的主题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引导地位 但其中又提到了要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 这就不禁令人产生怀疑是否有矛盾 在发言之后的达文环境中 也有来自东盟国家的余佛嘉宾就此提出问题 尽管奥斯丁表示美方不希望构建一个亚太版的北约 但是美国却建立了很多以其主导的联盟体系 包括英美澳、奥库斯、美日英澳四方规划机制 还有五眼联盟等等 并在逐步增加这些体系在亚太地区的比重 对东盟的中心地位造成一定的挤压 所以与国专家也表示 美国不是不想建立亚太本的北约 而是建立不起来 因为亚太地区是一个多元的地区 过去几十年间也基本上是处于和平稳定的状态 没有一个国家愿意看到这个地区出现分裂 也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在中文之间选边战队